今天请到的是分析师 肖又名营肖老师上线老师好 肖丸主播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老师对于这股市一直是乐观看待的 那台股在历经了几个礼拜的阴霾之后 一个V转就向上了 这个V转会不会是一个华丽的V转呢 还是又可能会经过一段时期的整理打底 那今天大阪指数呢是接近平盘开出的 但是是一个走高的格局 货柜航运啦一开始气势是 蛮强的不过目前是来到了平盘附近震荡 倒是电子肋骨活蹦乱跳的哦 那今天看起来呢其实涨很凶哦 应该算是散户的逆袭 是不是大爆发了 散户大爆发整个信心回来了吗 整体上呢面对台北股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台股跌到16248 那目前加权指数报价从16248点 到目前的16952点 面对台股不管是今天 甚至于本周的下半周 包括整个未来一个月 到底是要打第二只脚 或者是如同小文主播所提到的 这个V型环转 我们的看法就是一个价格 一个类股 那你就可以做出准确的判别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台北股市哦 加权指数这一次从8月5号 8月5号 就是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往前看 你所碰到台股的最高点会在17613点 一直跌跌跌跌跌跌跌的跌跌不休 跌到16248点 我们用一个最公平简单的试算方式 最高点下来平均市场的卖出成本会落在16945 所以也就是说加权指数 不管是今天的现在 一直到收盘 如果可以守住16945号 他达成两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 有机会就是个V型反转 除非他守不住945 否则因为在整个平均交易成本945之上 他代表他是一个回升的架构 这叫一 第二个我们去观察各大类股里面 长期从去年的年底一直到今天 跟台北股市联动比最高的 不是道琼不是纳斯达克 也不是SP500 更不是南韩首尔 而是费城半导体 长期来台股都领先费半 那目前台股落后费半 大约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 接下来以半导体为轴心 如果可以持续轴稳 我们的看法呢 这里有机会是走V型反转的 所以看起来呢 其实这个接下来 还是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面对我们的台股 那今天电子股的 这个走势非常强 老师帮我先搭扫一下 今天电子股比较强势的族群 台积电看起来上攻的意图 算是非常明显的 那世界先进表现也还不错 联电呢也是占上60 那整体上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因为台股正常情况 它是领先费半 大概3到5个百分点 可是我们观察 从12月23号 14134点 涨到17709 17709回挡15159 再来18034 一直到今天 台北股市在正常波动过程 它肯定是领先费成半导体3到5% 目前是台股落后费半将近5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去观察过去这一段期间 为什么造成台北股市的大盘落后 最主要就是因为半导体股指数 涨幅稍嫌不足 在这个框架里面 我们去观察整个半导体股里面 有能力在接下来 不管是这个礼拜的下半周 或者是未来的9月份 我们大致上做个交叉比对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观察这一次台北股市的最高点 是18034 18034到今天台股之前 是连续超过两周以上的一个下跌 可是它不跌 并且有能力顶先大盘上涨的 分别从股价波动的过程里面 第一名是5347的世界先进 当然世界先进 不管在今天跟昨天表现非常的强悍 再来第二名 连电在股价的表现 比起台积电来的强 那没有错 我们的看法 台积电在未来不排除走势 依然极为的坚挺 为什么 台积电今天针对 所谓的16奈米以下的制程 那么大幅度调涨 也就是16奈米以下 那么我的销货价格调涨10% 成熟制程16奈米以上 不管是28到40奈米 调涨20% 所以市场接下来 不管是外资或者是投信法人 针对台积电未来的目标评价 肯定会大幅度调升 所以整体上我们的看法 对于外资 针对台股的买盘会重新回老 再来还有一个族群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 在晶圆的晶圆代工的部分 分成两大块 一个叫细晶圆 一个叫碳化系 今天我们看到 不管是细晶圆的世界 连电台积电全面大涨 加上在碳化系氮化价晶圆 从环球晶开始 环球晶加晶到合晶等等 全面这里出现一个正式的一个上扬 所以整体上应该把这些 有能力在今天走出强势走势的 当作未来下半周的观谈重点 所以老师刚刚讲到了细晶圆族群 那我不仅想到说 最近其实很流行的是老董出来喊话 像之前记忆体第一任被外资给打趴之后 这个望红的老董出来喊话 说外资报告根本就没有知识乱写 另外晶圆族群也历经了一阵子低潮 那中美金的董事长徐秀兰 昨天就出面喊话了 他说市值被低估了 那这么一喊 今天我们看到像中美金 环球金涨幅非常明显蹦上去了 中美金转投资像是红杰科 还有相关族群像是全新光电 还有贸系等等 这第三代半导体就跟刚老师讲的一样 表现都很不错 那连带像是汉磊佳金也都非常亮眼 所以这个佳金还攻到了掌停板 那接下来可以观察族群 细晶圆这个部分 还有晶圆族群第三代半导体 大家应该怎么样来布局 对没有错 第一个在昨天 昨天的环球金的老董 他所特别提到 他其实讲到一个最主要的关键重点 就是说环球金目前的在手订单 让全市场为之正责 竟然高达1000亿以上 也就是说这个订单长达三到八年的订单是爆量的 也就是整个碳化系 淡化价包括大家原本大家所预期的车用电子 在未来这三 未来的整个展望是极为乐观的情况 他直接拿出了成绩单 那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这么热 我们看到不管从环球金到加金包括小婉您特别提到了 红结科等等 那整体上我们来看到第一个 如果针对碳化系金元里面 以台湾来看第一大叫环球金 第二大是6182的核金 其实核金表现也不差 核金在这一次的上涨过程里面 它其实是领先环球金加金的 再来除了核金之外 包括旱壘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些标的股 那么以碳化系金元为主轴 接下来我们往后看 甚至于IGVT的部分 包括所谓我们讲功率二极体 今天表现也不差 得为股价持续 持续向上攻坚创新高点 再来再紧接而来 我们看到各大类股的部分 包括像尼克森 像森阳办 像富顶 像强茂 这些个股其实表现都不差 整体上如果单纯就今天的整个类股 那么所有的朋友可以针对未来 大致上把台股切成几块 一个叫做过去传统的金元代工跟风策 像台积电 联电 世界先进 这是一个主轴 再来车电是一个主轴 车电的主轴里面 当然同样的 以碳化系金元放在摆在第一位 再来以功率元件放在第二位 紧接而来我们的看法 包括整个车用电子充电枪 像是3003的剑核心 这些陆续都有机会出现强势表态的机会 那只要大盘不破16945 我们认为整个九月份 不排除未来的三中 台股渴望展现走出非常亮眼的脚步 老师刚刚特别讲到的是 这个车用电子的部分 前几天电池涨得很凶 今天稍微休息了一下 倒是充电桩的族群 今天是也是在上工的 那另外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赶快帮大家解一下航运类股好了 那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中航有消息说7月是亏损的 航运类股今天表现就没有这么好 不管是在船上的还没有上船的 该怎么样来看待呢 其实我一直记得在大概两个月前 小丸主播有提醒我一件事 就是说那个时候航运股表现不差 那么如果航运一直涨 他把所有市场的焦点都吸走了 所以我们的看法针对航运股 其实航运股就最主要区分成两大区块 一个叫后柜 一个叫散装 在正常情况之下 我们发现从8月份以来 在航运族群 他大致上如果今天货柜走强 那么相对的散装就会走弱 散装走强 货柜会走弱 然后它是属于轮动的 也就是散装 货柜跟钢铁 这三个 它是轮流在做波动 还是都是给予正向看法 可是它的走势就跟今年的第二季有点不同 在于就是说它是一个方块 一个方块慢慢向上推升 那么像过去这种连续性的暴涨 这个激励比较不大 但是它联动走强的格局 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好 非常谢谢佑铭老师的盘中解析 刚刚特别讲到了 航运类股散装 跟货柜这两个是分开的一个走势 不要O in 还是要好好的选择一下 这个投资比较保险一点